最近支店开始全面发立短视频 支店美好生活科技指南系列 全面播放量已经超过7000万 小诚哥也开始随手拍个动态 学着剪辑视频 所以办公的主力笔记本 也终于切换为MacBook 我发现很多小伙伴不太习惯MacBook的系统 装了一个双系统 这简直就有点抱歉天赋了 所以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聊 刚上手Mac如何顺理切换 假如你刚刚入手一台新的Mac 不管是MacBook还是Mac 系统启动的步骤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你需要一个Apple ID来激活你的电脑 苹果的Apple ID都是通用的 你的iPhone的Apple ID就可以用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用邮箱注册一个 同一个Apple ID的设备 有很多互联互通的功能 比如你可以通过你的Apple Watch来解锁Mac 苹果的桌面非常的干净 没有Windows的开始菜单 所有的功能都可以通过下部的Dog 和上部的状态栏来实现 Dog里面非常常用的是 仿达案 启动台和App Store 仿达类似于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 Mac不像Windows那样 有硬盘分区 文件存储可以存到用户 或者对应的目录里面 也可以存储在桌面上 个人收藏可以把常用的文件夹拽进去 顶部有菜单栏 右部显示蓝牙WiFi时间的信息 左侧有一个苹果的logo 大致相当于Windows的开始 点击之后 其他的都非常熟悉 这里面系统的偏好设置 和Windows的控制面板差不多 Mac的所有系统功能都在其中 另外 如果你不知道 或者忘记了某一个具体的设置带 还可以通过右上角的搜索栏搜索 在使用Windows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不注意 就安装了一系列某某软件的全甲桶 想卸载的时候也被百般阻挠 在Mac上就没有这份顾虑 像iPhone一样 Mac也有个App Store 大多数的应用程序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只要你登录你的苹果账号 就可以购买下载 Office等常用办公软件基本上都有 当然 追求格调的 也可以使用苹果办公的三件套 Knote Pages和Numbers 这三件套非常的好用 App Store上都是经过审核的正版软件 卸载软件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点击Finder 找到你想卸载的程序 移到废植楼 或者是快捷键Command加Left 第二种方式 就是在Launchpad这个页面里按下Option键 就会看到这样熟悉的画面 点个小叉叉就行了 Mac键盘的顶行是一排多功能按键 调整亮度音量等等 要实现数字功能需要搭配FN键一起使用 当然 如果你不喜欢也可以在系统偏好设置键盘 键盘标签将F1 F2等用作标准的功能键 控格键是Mac中最重要的一个键 尤其是快速浏览的时候 不用像Windows那样 每次双击打开文件再关闭 只要按住控格键即可预览 效率提升不是已经半了 Command键这是Windows上没有的 是Mac上最常用的快捷键 其实和Control键差不多 虽然Mac上也有Control键 但是存在感几乎为零 Command加C是复制 Command加Ring是粘贴 软件卡死 那就CommandOptions ESC 强势退出就可以了 等等等等 这些快捷操作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大家可以去苹果官网上 来获取Mac键盘的快捷键 Mac上最爽的除了系统 还有触摸板 甚至很多人宁愿抛弃鼠标 这个累赘的设备 全程使用触摸板操作 除了单击点按 滑动缩放和手机上类似的操作以外 还有许多进阶的操作 Mac和其他苹果设备 还有丰富的联动性 比如说无处不在的Siri同学 还有AirDrop 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 手机iPad Mac之间的文件传输 以及接力的Handle On 让这两台苹果设备 可以同步备忘录 日历浏览器等等 你可以在iPhone上 给文章写开头 然后在Mac上继续写 或者在Mac上浏览网页 在iPhone上继续浏览 同一个页面 一切都是无缝的运行 开启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打开系统偏好设置 通用允许这台设备 以iCloud设备之间使用接力即可 归功于Mac的封闭性 和Windows相比 Mac的中毒几率要小很多 大部分病毒也不会专门攻击Mac 所以杀毒软件对Mac来说 并不是装机必备 其实我也从来没有装过杀毒软件 好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 初级的知识和小技巧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不妨双击点赞加收藏 关注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